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来竞针 首先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一个针迹 比如说沾拇指这个地方的 比如说指氧针 我一般会选择比较细的针 一般选择0.18乘以25的这样的一个针 如果说竞针就像河谷啊 这个地方一般我选择是0.2乘以25毫米的 或者说0.2乘以40毫米的 如果是在走步这个位置 或膝关节附近这个穴位起穴的话 我们针是一般情况下是要长一点的 我们会选择0.2到0.3乘以40毫米的这种针迹来进行操作 这是选择 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部位 它的穴位的深浅 来选择这个针迹 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选择针迹 将来在临床上 我们慢慢去感受 选择什么针更加合适 那如何竞针呢 竞针的方法有好几种 第一种呢 我们是双手竞针的一种方法 我们用我们的左手夹持这个针体 好 比如说我们这样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进行竞针 我先把针尖靠近这皮肤 用另外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夹持住这个针 然后另外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这个针柄 通过我们的拇指和食指这种生气的过程 把这个针拿突破这个皮肤进去 我们看一下 皮肤进去 进去以后 我们再根据生前拿竞针 往针往里面送 这是一种双手的竞针的方法 这种竞针的方法呢 一般破皮的时候 因为非常快 一般不痛 在五行针灸里面经常使用 我们可以练习一下 一般我们在我们的指券上面 练习一个一千字左右 我们就比较熟练了 竞针 针体不能弯 竞针完以后 我们注意竞针完以后 针不能弯掉 它是直的 如果针 这个针体是弯掉了 说明你用力是不垂直的 就容易导致这弯 竞针爆发力 用竞针进去了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是单手的 一只手 持针是这样的 拇指 食指 中指 捏住这个针柄 我们仔细看 是这样捏的 拇指 食指 中指 捏住针柄 另外一个无名指 抵住这个针肩 前三分之一左右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们顶住它 然后放到我们准备扎针的位置 通过弦转 我们的手腕 通过弦转我们的手腕 这样的一个动作 一弦碗 一弦碗 进去 非常 一弦碗进去 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 这是一种 这个人就对于你这个 竞针 要求来说 你手指的 竞针的角度 要 净破皮的时候 往往是垂直的 这样竞针 进去 这是第二种 竞针的方法 还有一种 另外一种方法 现在皇帝内征 用的比较多法 杨老师说 它竞针 是不是扎进去的 它是放进去的 它是针放在 这皮肤上面 然后用一个 非常稳定的力 把这个针送进去 这种方法 也不怎么痛 我自己在自己身上 尝试过 不知道怎么痛 也让病人 也没有那么害怕的感觉 因为是 慢慢放进 不是这样扎进去的 所以反而 这个患者 他没有那么 明显的害怕的感觉 我们慢慢的 把它送进去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 扎针的一个 几种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用这种送进的针法 我们在我们手上 亲自体验一下 大家练习了以后 就可以开始 拿一根干净的针 在自己的手上 我们通过放进的方法 去体验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体验 突破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在我自己的 河谷这个穴位 我们只好在 这个掌骨的终点 这个位置 然后将我们针 放到这个穴位 这附近 放上去以后 用一只手 用很平稳的力 慢慢的 把它推进去了 OK 其实是不怎么通的 当然进入穴位以后 它会有些 伸脏的这种感觉 再正来说 我们注意 竞争的深度 深度的话 要了解一下 每个部位 它深险多少 一般来说 皇帝内政的 竞争的深度 像走 往关节附近 一般就是 一寸左右 也就说 我大概是 竞争 1.5厘米左右 这是一个 当然想 这个 裂切 这个穴位 这些穴位 就是竞争的 比较浅 一般大概 0.5 0.5寸左右 大概是 这样的一个深度 当然我们 竞争的时候 还是要 注意角度 在皇帝内政的 竞争里面 一般是 采用45度角度 这种竞争的方法 但临床上 有的时候 对这个 也没有那么激拟 比如对于裂切 往往我竞争的方向 多采用的是 一个 大概15度 左右的 平次的方法 来竞争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这个裂切 这个些位 那么我可以 放这边 放上去 然后慢慢 把它送进去 好 送进去 送进破皮以后 然后可以再 更新情况 推一推 好 这是对于 这个裂切 我们采用 平次的方式 当然还有 比如说 我们那个 这个 质养针 那么手 微微弯弃一下 然后进针 都可以 所以进针 其实没有那么突破 只是说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在这个扎针过程中 我们 要 首先 我们要用 无尽的 一次性的针剂 不能重复使用 这是第一点 要用 无尽的 一次性的针剂 进行 进行治疗 而临床上 在医院里面 一般是比较规范 要求先消毒 然后进行扎针 在我的个人的 临床实践中 我觉得是没必要的 没必要的 因为我们皮肤 有致敬的功能 在国外也研究认为 扎针一久 如果这个皮肤 没什么问题 是不需要消毒的 这是我的临床时间 大家可以根据 医院的要求 能够消毒 就先消毒吧 这样的话 相对安全一些 相对安全一些 这是 对扎针的 这个要求 另外扎针的过程中 我们要预防 阴针的一个过程 阴针的话 一个是 患者 他饥饿 他疲劳 拿立架 整个人很虚弱 对扎针比较害怕 这种情况下 容易发生阴针 发生阴针的时候 病人刚开始 会出现心慌 害怕 冒冷汗等情况 脸色苍白 这些情况 慢慢就发生了 然后发现 他可能跟你说 医生我怕听不到了 他这个情况 那么是阴针了 他可能会倒下 所以如果发现 病人说 我头晕了 这种情况下 那么就是阴针的可能 这个时候 我们赶紧 服病人 躺下 喝一点 先喝一点 有热水的话 先喝一点热水 然后让他躺下 躺下以后 医生呢 可以跟其他 医物人员配合 叫他准备一些 必要的一些 氧气啊 等等情况 那个准备的时候呢 我们医生 就可以握住 患者的一个手 首先是把这个针拔掉 拔掉了 握住患者的这个手 然后可以按他的内观 这些等穴位 然后用非常强有力的 这种非常肯定的乙气 跟他说 放松 深呼吸 吸气 慢一点吸 然后憋住 六秒钟 然后 再慢慢呼吸 不让他大口大口的喘气 因为大口大口喘气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叫 呼吸性的一种减重毒 会导致这个 病人的四肢开始麻木 一麻木 病人会更加紧张 所以我们可以跟病人 告诉病人 采用深呼吸的方式 把呼吸的速度放慢一点 这样的深呼吸 也有缓解病人 情细的一个作用 然后通过这样沟通 非常强有力的 跟他支持 患者慢慢就恢复了 然后患者开始出汗 冒汗 然后脸色开始恢复 嘴唇开始变红润 那么就缓过来了 这一般发生阴针 也不用他担心 没错 医生自己要镇定 这样的话 病人更容易有信心 这样的话 阴针很快就解决了 在这过程中 我们注意一下 然后就说 扎完针以后 让病人不要肢体 不能太大幅度的运动 防止这个弯针 或者说断针的情形发生 所以希望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视频 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在扎针的时候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会发生 然后我们就可以相对的去应对 我们拔针的时候 一般说 拔完针 我们可以用 面签按压 或者说 一般说 我就直接手指按压就行了 拔完针 跨出拔针 或慢慢拔出来 都可以的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 在扎针的过程中 不停地去跟病人进行一个反馈 了解什么情况下 扎针 它是没有明显痛感的 然后什么时候扎针感觉特别痛 然后慢慢就找这种感觉 我们医生就知道 原来我这样竞针 它是不疼的 那样竞针 它是疼的 下一个病人 我就可以用一些竞针 不怎么痛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 慢慢提高我们的服务的这种水平 希望大家在学习内征的路上 有更好的一个收获